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美麗 愛部落要大聲地說 說… 哈囉 歡迎大家收看 電視夜間步 歡迎收看 我是豬橋老師 馬桑羅莎啾啾 是的 我的部落真可愛 政界美滿又安康 你這都是這樣子的嗎 你知道這種我也不會想要去你的部落 好嘛… 說到部落真的很漂亮 對 而且你知道我們今天做這一集 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都會邀請到比較年輕的族去 沒錯 來 我們來看看有哪些來賓 好 首先歡迎我們的珍珠 大家好 我是珍珠 妳好 再來是我們的門環 好 這裡是剛好波羅 我是來自豬蘭的門環 妳好 再來是我們的俊彭 大家好 我是俊彭 我們來自屏東南河部落 馬桑羅 馬桑羅 再來是我們的 阿高海 大夫主 西亞北洞 好 阿高在那個 我是來自蘭嶼然後郎島部落的 西角的洞 再來是我們的巴蘇雅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來自阿里山特夫爺部落的 巴蘇雅 嗨 哈囉 大家好 而且今天五位年輕的代表 都是不同的族群 而且他們的部落真的都很美麗 對 而且有些靠山有的靠海 都不一樣 我們今天有很多的照片 可以看不要轉台 那除了他們五位之外呢 也有另外兩位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萊潤老師 嗨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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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哈山大加西山的 我的部落 是在高雄縣桃園鄉 寶山村藤雉馬里山部落 你的部落也是很魅力的 香蜜蜜蜜的魅力 就算是跌倒 一樣美麗的看 好 旁邊在我們的大偉大偉哥 大家好 我是來自花蓮 機器部落 有山有海的部落 真的 厲害了 有山有海這個就厲害了 沒錯 好啦 邀請我們的同學們 來好好的介紹一下他們的部落 來 珍珠 你們是哪一個部落 我們的部落就是在台東市區 中文叫寶商 那我們族語叫做拔布魯這樣子 拔布魯 對 再來問一下門環 我是來自台東東荷鄉都藍部落 這個是觀光聖地啊 對啊 光一個小書包 大家都知道你們在哪裡 對 對 可是今年來也是真的 越來越多觀光客跟外國人 不錯... 因為又臨海 靠海又近 我們也是像吳大哥 背山面海 好地方 接下來是我們俊鵬喔 俊鵬 我是來自屏東縣來一鄉 最南邊的部落 南河部落 南河部落 對... 是由舊高建部落跟舊白路 組合在一起 難得合在一起的部落 人數也變很多了 然後這樣子 人數是來一鄉最多人的部落 哇... 我們的西亞非董 你呢 我是來自那個蘭域 最北邊的部落 是 朗島部落 朗島 那朗島部落其實就是 這個中文名字眾所分營啦 有人是說之前我們本來叫浪島 因為我們是最北邊的島 然後東北季風 每次都是我們先承受那樣子 所以都說我們浪很大 所以叫浪島 但是後來就是 好像聽說就是 在中文裡面這個 聽起來好像不是很好聽 所以就把它改... 就是改成了浪島 浪島 對...開浪的 開浪的那個浪 開浪的浪 但是從母語裡面去說 就是我們... 其實一些地名 我們常常都是用中文去認識 但是從母語裡面 我們村叫 宜阿拉類 宜阿拉類 對... 宜阿拉類就是 有禮貌的意思 對... 所以就是... 我也不知道啊 我沒有特別去比較 但是就是... 是別村這樣撐我們 所以我們村是很有禮貌的 我知道你是那個 住在有禮貌的那邊 對... 等一下... 好啦... 這個是我們剛剛那個... 來語的同學 下一位什麼周族的朋友 是喔 我部落來自阿里山 高山 聽起來好像高山 其實我們也只是在那個 阿里山扮山腰而已 但是我們是一個... 算是大部落 我那個... 達班特婦爺 但是又有兩個社 所以我們是特婦爺社 特婦爺社 然後因為這個是從... 我們這個特婦爺是從... 也是好像從我們母語這樣翻過來 翻過來 直接翻過來 對... 就是個地名這樣 對... 好 今天他們除了人道之外呢 他們有帶他們的照片 對... 我們先從台東寶商部落開始 來看看 就珍珠帶的喔 珍珠帶來跟我們介紹一下啊 這張是在我們那個... 巴布魯的那個... 巴拉罐前面的廣場 然後這位是那個... 我們部落的祭司 部落有那個小朋友啊 然後他們組成了一個 叫做新傳少年營 就是他們在這個新傳少年營裡面啊 就學了那個... 我們北南族的歌呀 因為我們住市區嘛 然後我們的語言也被同化了 所以很多歌啊 像族語啊 其實我們部落的小朋友都不會 那我們就藉由這個... 營隊然後去學... 學歌 然後這個是在... 我們要去報佳音的前戲 然後我們請祭司幫我們做那個... 做那個祭司祭福這樣 祝我們平安啊什麼的這樣子 那... 不要以為我們在市區 然後我們講台語 所以我們就可能在那個什麼... 宗教上面啊也會就是變啊 因為我們宗教就很多元嘛 那可是我們... 這位祭司是我的舊公 然後... 他是現在我們寶商剩下... 唯一的一個祭司 對 然後是最年輕的這樣子 好 我們再看一下一張 然後... 好可愛這個 這個是我們部落舉辦那個... 北南族的聯合年紀的時候 對啊 然後我們做了那個T恤 然後周邊商品 然後我們就有紙... 紙那個字 那個字就叫做 我是北南族 所以你穿上那個衣服 你走到哪裡 你就鑽一下 我是北南族 對... 對... 是像北南族 方便... 對... 年輕人就會想要做這種周邊商品 可以穿戴在身上 讓大家知道我們是誰嘛 對... 也不用問你只要看背後就知道 好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說到的那個... 就是很多小朋友嘛 就是新傳上年的小朋友 對 那這些小朋友呢 就我們會專程坐車 然後到那個家去到家裡 而且都是年輕人一起喔 還有那個傳承的意外滿重的 還不錯 好 這個是誰 這個就是我的啦 奇觀嗎 就是我們突然... 台東突然很有名的一個奇觀 水往上流 對... 這個就真的很厲害它的水 因為那個坡度是這樣往上 可是它的水應該照理來講是往下流 因為那個路是往下 可是它有一個坡度是往上 它的水是這樣上去 對 它就是一條啦 你有去過嗎 有啊 當然有 它其實現在這邊大部分都是還滿多路客 對 非常多 路客 觀光客太多了 都會只要一假日往那個遊覽車 都在那邊水洩不通 對 現在它那邊已經變成熱門景點了 這個也是我們村莊的 這個叫做達羅安 達羅安 達羅安就是 我們老人家有休息的地方 休息的地方 對 然後它這個設計是很酷的 然後這個上面這個布是稻草屋 那個屋簷的部分 對 屋簷是稻草 這個都是完全循古法去做出來的 一個廣場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會有 部落的一些年輕人 他們可能學了一些舞 他們會在這邊做表演 然後這邊假日的時候就會有市集 因為它是在村莊下面 所以又不容易被看得到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要變得很 要很 就是要變得辦得很大 因為你要宣傳讓人進來 對 然後這個 這個利用的地方真的很好 對 我覺得要美 這個大了這個 好多人喔 這個就是我們 台東突然的豐年記 這個就是千人舞 真的很厲害 千人舞 然後這個... 大概只有阿美組千人舞 才可以千人舞 有些組的人數也不知道 我們賽下組要怎麼千人舞啊 真的 而且... 好多人這樣簽耶 千人舞有一個... 千人舞有一個... 就是...禁忌就是... 在千人舞的時候 在圍圈圈的時候 旁人是不可進入的 因為這個在跳的時候 其實大家是在抱著祈福的心態 是 慶祝豐收 然後那個時候是在講豐收的事情 所以我們是很嚴肅的在跳舞 不是... 不是歡樂 不是歡樂 我們是很嚴肅的在慶祝這個豐收 然後我們真的要大家同歡喜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進來 所以那個時候 真正的千人舞就出現了 OK 對 是這樣 好 我們看下一張 謝謝阿美 這個是... 好 這個就是南河部落 這個... 這間是我們來一鄉原住民文物館 對 那我們裡面的典藏 就是二樓的部分 是以五年紀常設 常設展覽為主題 是... 那我們這個文物館也結合社區 對 我們就辦理很多活動在這個地方 可以讓部落的族人 然後小朋友跟青少年 可以在這邊辦活動 所以它會裡面... 它那個陳色的五年紀會有一些祭品 會有一些 各部落不一樣的... 那個五年紀的這個方式 像南河的話就會分... 南河的話就是因為有 高建部落跟白鹿部落 所以會有兩個刺球...刺球場 對 然後會有兩個祖林... 祖林的那個祖林屋 對 所以也會有兩個系統的這個頭目跟... 跟族人這樣 那還有就是分為文樂、旺家、古樓 每個部落都有每個部落不一樣的 五年紀的這個習俗 就在這個館裡面 看那個詳盡的介紹 對...像旺家的話就沒有刺球 沒有刺球 可是他們也有舉行五年紀 是... 對... 好特別 這個也是嗎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另類的文物館 這個其實是我們當地頭目的 自己的家 為什麼我說它是另類的文物館呢 因為它裡面擺設 它從以前到現在收集的文物 那包括了自己個人身上的配件之外呢 也有... 因為它以前也是當老師的嘛 也收集了很多的墨寶 然後還有就是... 所以它是有開放給人家參觀的 只要說一聲的話 基本上它會很樂意的帶你來介紹一下 真的喔 來招待大家這樣 這真的是很另類 對 因為這是他自己私有的住宅 我們原住民也喜歡分享自己的手機 對... 來分享對不對 只是要收一下那個... 那設那個票砸口啦 他們撿票 這個也是俊鵬的嗎 沒有 這是...這是我 好 來 搖拍動 那這個照片是我阿公家在殺豬 那殺豬在蘭嶺 它是一個很親密的行為 因為它就會召集他 比較好的親屬跟朋友 然後一起來殺豬 然後一起分享這個豬肉 那蘭嶺的這個迷你豬 其實在很多餐廳裡面都是很高級的豬肉 只是小時候常常吃 然後就不知道 對啦 的確比較好吃 就是蘭嶺的那個迷你豬肉 傳說中的迷你豬嗎 對... 對... 然後因為我們的豬是自己養的 是自己圈養的 所以就是... 比較沒有像那個其他豬有什麼獵山豬之類的這種... 這種... 是有一個說法說那種豬是原生種 對... 有人說是原生種 也有人說是它的近親 好像是法國那邊的豬 對... 所以吃了之後就豬肉 也想要... 就優雅的蘭嶺人 對... 好...再來這張呢 再來這張是蘭嶺的房子 就是... 這是很基本 就是要有一個工作房 然後還有主屋 還有一個樑台 那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靠背石 對... 靠背石是... 就休息用的嗎 對... 但是有人家就想說 你們今天有樑台了 為什麼還要靠背石 那靠背石它有很多功能 因為它... 所以就代表說 你要跟這個人住在一起 其實是... 你們是很... 你們要保持... 對... 是保持距離嗎 沒有...是很親近的 很親近的 因為它石頭跟石頭 那個靠背石就是... 通常都是家人會住在一起 而且它... 它... 它這樣子就是... 因為晚上嘛 然後蘭嶺就是早上很熱 但是晚上的時候 天氣變了 但是石頭還會濕熱的 所以坐在上面其實也很舒服 那再來就是它有一個 告示性的功能 就是家裡有人過世 有時候我們不是很想要去 這樣整個... 整個人... 村莊的人知道嗎 我們就會把那個石頭扳下來 就代表說 你家有人去世 那你經過 你大概就知道說 這家有人去世 那我們就要... 稍微... 對... 花園唯一的一個... 海水一場沙灘 叫基奇灣 很美麗海灣 這個海灣以前是阿美族 在那邊曬鹽 所以以前老人家回家的時候 都會經過那邊帶一把鹽回去 我不行腳這件事情 是我們開始跟土地有連結的開始 讓我們先認識土地 然後跟土地開始有情感 走這趟旅程下來的時候 其實每天早上都會... 醒來的時候是掉整眼淚的 就是... 我一個感覺是... 我們心疼這塊土地 所以我們需要... 把我們的訊息傳達給各位說 不要讓我們的土地 變成是能亂必要的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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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王鴻恩馬桑 獅子鄉啦 在十七世紀的時候呢 定義成大規文社 現在就跟著我好不好 一起去一盔大規文王國的生命面紗 每週五晚上十點 王鴻恩的附羅風 帶你放輕鬆 呼呼呼 我們... 阿龍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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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 八十二... 樂團... 風聲 古洋 葉劑 我是石南洋 天日呢 雍 呢 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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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廊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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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定是周族喔 對 因為現在我們族人 越來越多人種那個咖啡 對 然後他們就是自產然後自消 然後現在他們就是只有自己在 自己家外面 好像弄一個咖啡廳 咖啡屋 然後就給如果有遊客 或是朋友 親戚朋友都可以來喝 取名叫走廊 走廊就是剛好家裡的外面 這就是走廊嘛 可以走的廊嘛 不是耶 他是剛好就是在那個兩個房子 他是連在一起的 然後就整排好像那個 看起來像走廊 對… 看起來就給他取名叫走廊 然後這是我們一個民宿 這是他的前景照 前...前部公的 看出去他就是後面全景 對 不是... 有一年我們阿里山有一次下雪 所以他後面那個風景很漂亮 這個真的 而且這個民宿 就是大概他全部的樣子 就是這樣子 好 還有這一張 還有這一張 這張很多內容 就是激起部落 我們剛剛講有山有海的部落 所以呢 我們的漁產豐富 我們自己有船 那我們通常都會用這些 美麗的原住民的原味美食 看譬如我們在海上抓到的旗魚 我們馬上就吃新鮮的薩西米 好棒喔 流口水了 對 對 然後我們也會有很多的體驗活動 帶著一些遊客去用三角網 撒八卦網 還有自己要抓龍蝦 我們有一個導覽行程 就是中午吃的龍蝦是自己撈的 對 所以然後呢 也有很多 因為我們又靠山 所以呢 我們又有一些山林的一些陷阱啊 這些這個射箭啊 這些活動把它包含在一起 所以是山海的體驗都有 都有 來 都有體驗 有限定的季節嗎 還是每天都可以 每天都可以 每天都可以玩不同的花樣 好棒喔 對 那像這個就是 因為機器部落是花蓮 唯一的一個海水一場沙灘 叫機器玩 很美麗海灣 這個海灣以前是阿美族在那邊曬鹽 所以以前老人家回家的時候 都會經過那邊帶一把鹽回去 所以那海灣特別的漂亮 而且它可以爬到有個小山上面去看 整個東海岸的風景 那我們在部落的這個 廢區的學校 我們把它做成了整個山海一個祭場 所以我們的一些祭典 都在那個大的祭場 後面是山 前面是海 那跨年的時候 我們又會在那邊放煙火 所以是非常好玩的地方 那有很多現在 越來越多遊客到那邊去露營 而且這一條路線 被世界旅遊家 譽為世界排名第三的 自行車的觀光路線 最有名的觀光路線 騎腳踏車的人 對 那當然我們也在這個 利用部落一些建築 我們做了一些可愛的彩繪 所以現在就很多人開始 PO網到Facebook上面去 所以達到我們部落行銷的一個目的 這很棒 那當然我們到那邊一定要有產業了 那飛魚是我們這幾年推的非常成功 因為我們很成功的得到了一個全國的農特裁品第一名 在這個台北的博覽會 我們也8萬的觀眾票選為第一名 所以現在原來部落的飛魚呢 都還要拿到花蓮去推銷 現在不用了 因為每天都不購買 每天我要馬上烤的啦 然後我們也讓遊客來體驗飛魚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也正是飛魚的時間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去的話 去看看少年拍的漂流裡面那個飛魚 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有 我有去看 對 太刺激了 所以我實際上可以讓他那樣飛上我嗎 對... 不只飛上來 你還可以這樣直接用嘴巴接啊 對... 這真的會到這個樣子耶 他從海上飛...經過烤 然後最後進到你的嘴巴再下那裡 你看 這個太有趣了 對... 如果我們要去這樣的行程 我們就是搜尋激奇部落就可以了 對 我們有特別的像 那我們也沒有推這個 我們部落一些織布 老人家以前當然知道 閒暇時就喝喝酒 現在沒時間喝酒了 因為我們織布銷得非常好 尤其在國外 我們那個傳統原住民的織布 現在織得很漂亮 我們把它做成現在的iPad手機帶啦 一些產業 就銷得很好 所以現在大家忙著織布 沒有時間喝酒了 一舉兩得 很好 多元化的經營耶 是... 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就是那個大偉哥 他們那個部落住的就是 撒基拉雅族嘛對不對 撒基拉雅族 撒基拉雅族 真的很難得可以只要帶烤爐 然後飛魚會自己飛上來的 難得 在船上嗎 對... 好棒喔 而且有撒基米還有龍蝦耶 然後這邊烤熟的時候 自己翻身 太有靈性了 還是要聊嗎這個 我們就是... 我們要提醒這些 如果說你有機會上船去 那你在...有時候在船上嘛 因為一個晚上在外海嘛 如果男生你要上廁所的時候 你那個方向要對 你一定要背對飛魚 因為有發生很多次就是 你正在... 安便的時候 唉唷 鄭重目標 那個很通的 真的... 來得了啊 對... 就是勞倫老師呢 他今天怎麼能夠 那麼輕鬆地坐在這邊呢 對啊 今天勞倫老師也有準備對不對 他一定也會給我們看一些特別 每次來就會好看的影片 是的 好 現在這個畫面上我們看到的 這個是在台東縣鹽坪鄉 暖山部落的後山 那這一棵樹 它現在越來越有名了 它叫會走路的樹 為什麼 那這個後山呢 這個當初縣政府 要把它這個 用BOT的方式做行銷 全部落的人喔 發起了一人一封信喔 把這個山把它給保留下來了 然後呢 他們現在是有部落的族人 成立一個財團法人 然後就把它變成了一個 原始的一個混合林象的一個森林喔 對 那為什麼叫會走路的樹呢 為什麼 這個是有故事的 好 當初布農族 當地的布農族人 是從中央山脈內本路那邊 被日本人牽過來的時候 開始劃分土地 好 剛好就有一棵樹 這個樹總是雀柔 變成他們的一個界線 過了十年之後呢 東邊的說為什麼我的地越來越小 西邊的說奇怪 我的地位為什麼會越來越大 經過測量 原來是這個雀柔啊 它做了將近二十公尺的移動 那後來就請專家做解釋 因為這個雀柔啊 我們都知道那個榕樹 它的氣根很多 沒錯 它的氣根一直往外生 當它發現哪邊的土地 比較肥沃的時候 它整個生命就會移轉過來 那以前這個布農族是高山的族群 不知道這個雀柔的這種特色 特性 所以就吵起來了 原來是這個樹會走路 所以當地的人稱這個樹 會是會跨腿的這個樹 用年輕人的樹語的話 就會劈腿的樹了 劈腿的樹 所以非常非常的特殊 我在去年過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專題採訪的時候 我一進去 我就想到那個所謂的那個劉姥姥有沒有 就是那種那個什麼聶小倩 是 真的是會毛骨悚然 因為它只有一棵樹 它的原樹種小小的 可是它已經延展到大概有一個半的這個操場那麼大 而且它是每十年會移動大概五到十公尺 每十年一到五到十公尺 這是一個相當快的這個速度 所以現在當地的這個阮山部落的族人 成立了這個財團法人之後 他們也開始對外做一個營業 所謂一部落一特色 這是一個我認為是最成功的這個一環 用當地的特色來為部落製造一個商機 而且負責人說 這個他們讓客人進來的時候沒有一定的門 他說門在遊客的心中 也沒有一定的路徑 因為有一定的路徑之後就會把它踏死了 你愛怎麼走就怎麼走 跌倒了沒有關係 我不會告訴別人這樣 對... 其實我們剛剛是講有吃有玩有風景啊 住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這個住真的相當重要 對 然後我們今天有同學要帶他們 在當地有如果我們要住住的話 的一些照片給我們看 太好了 我們先來看這一張 這一張是門環的對不對 它這個叫月光小站 對 然後它這個是一個 就是日劇時代留下來的 就是和事的一個建築 對 它這個算景點之一 日式建築 所以它這個可以 它是民宿嗎 不是...它這個是景點之一 只是景點之一 對 它這個景點之一 然後它這邊有跟民宿合作 在這邊喝咖啡不用錢 在這裡喝咖啡不用錢 然後在這邊就是 它跟民宿合作是說 因為它這邊算是一個表演展場 小小的表演展場 然後都會有像有些小... 像巴奈 俗命 他們都會在上面表演 然後民宿他們就會 利用這個月光小站 做一個行銷 你說你看 你可以來住我的民宿 看表演不用錢 所以當地的話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住這個地方 因為它可能是古蹟 它是古蹟... 對 所以它要保存嗎 對 它是以前的土地銀行 以前的土地銀行 以前是這時代的土地銀行 對 土地銀行 然後改就是... 它是日... 它是又有翻修過 它以前好破 因為我們以前小時候 國中的時候會跑越野賽跑 然後跑都會經過這邊 就是這個鬼屋 鬼屋 然後就是鬼屋 經過就趕快跑過去這樣 後來被政府 就是被當地人發現 就說這其實... 因為它是可以直接鳥看整個都蘭 因為它坐落的位置很好 對 它剛好直接鳥看整個都蘭村 然後它就變成一個風景點 一個風景區 在那邊喝杯咖啡還滿舒服的 對 然後當地民宿 這個呢 就是在月光小站下面的民宿 在山腰上 然後它這個民宿很特別 它就是... 它就是要讓你放輕鬆 這個景看不到 它前面裡面也很特別是 很大的一個很像公園 然後它有一個步道這樣 然後就讓你在那邊散心走路 然後它那邊就在... 在它的那個走廊上 就有那種躺椅啊 就很歐式風格 那種就整個就是你知道 不想再回來台北的感覺 然後我看到它其實是背山嘛 它背山 面海 面海 對 所以它傍晚的時候那個夕陽 哇 就可以看到海邊 海上的夕陽 對 就是海邊跟... 跟海邊跟夕陽成一條線的時候 就剛好你就躺在... 你就剛好躺在那個走廊上面 就想看夕陽 對 超漂亮的 好地方 漂亮... 好 我們再看下一張 兩分鐘 這邊是那個什麼 在東青村的一個民宿 然後是一個... 一個戶士 他們夫妻開的 那它的那個名字叫做那個... 亞馬的地瓜園 對... 亞馬的地瓜園 對 亞馬就是爸爸啦 就是...它其實有一個故事就是... 其實因為... 蘭嶼大分的那個地... 地點 大分就是... 有區塊的時候大分都是分給男生 那... 因為蘭嶼他嫁給的是... 是外地 就是外...外面的人 所以就是他... 照理來說 他是應該是沒有什麼地的 但是經由他們家族 然後就是分一塊地給他 然後他就用那個... 那個地方蓋了這個房子 所以他蓋了這個房子 他就是... 就是有很多親情的那種... 愛在裡面啦 所以他在展現他... 他裡面在做這個... 他民宿的時候 他... 包括你看到現在這個空間裡面的 那個顏色啊...畫布局什麼 都是他... 弄上去的 是... 還有就是他的那個... 等一下可以看到其他... 其他的圖片這樣子 嗯... 那就是那個... 這是外觀嗎? 對 他的外觀 那...可能有些細部不一定看得很清楚 有些... 黏了一些貝殼跟珊瑚的那個... 都是他自己... 慢慢拼接黏上去的 還有就是... 一些漂流... 對...一些漂流木 大分都是用當地的一些... 一些素材去製作 這樣子 那這樣子也是花還滿大的心力啊 對... 他們很特別的房子都是自己蓋 他們不會請外面的師傅來 都是自己 因為其實很多藍園 也在外面幫人家蓋房子啦 所以回去給他自己蓋房子 對... 對... след for is a Cuando jedara 一家 都 censい nobody 演出 都很 JOHN 究竟是哪些入圍者會率先進捧挑戰呢 並且順利的取得2013年ата 部落型舞台的新科衛冕者呢 全新一季的部落型舞台即将隆重登场 不要挽留我情深深入航 勇气救我 月光骚 不用了每个礼拜天晚上七点半至九点半 尽情锁定我们的部落型舞台 原住民等你来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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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像他就是有別剛剛那個 剛剛那是比較以親情 跟當地故事為主 這個民宿主人 我不知道是誰 但是我覺得他理念也不錯 雖然他在整個蘭嶼的建築裡面 看似突兀 但是也很獨特 就是他是走綠建築的模式 那這個綠建築模式 他其實我自己看 我是覺得他有點實驗性 只是一是他就是離群所居 他就是離開原本部落 然後在部落的外圍 然後再蓋一個 那他整棟 好像他有那個什麼 自... 太陽的熱水器 然後還有就是 他都是希望那個什麼 去住的 所以就跟剛剛你們在談 那個特色民宿的分類吧 有些是放輕鬆的 有些是喜歡溫馨感的 然後這個就是他就是希望 你體驗這種綠色的生活 然後在這個 比較封閉的一個場域 你去體驗看看 你能不能在這個環境裡面生存 所以他就不提供說裡面有食宿 那他就想說 反正離那個隔壁 那個東青春也很近嘛 他就鼓勵說 那你可以在趁消費的時候 你可以跟當地人互動 所以他在販賣空間的方式 就不會像有些是 主人跟那個... 跟大家一起住 對 他有時候他就說 你要包整棟也OK 而且他這個概念很酷耶 我覺得 對... 因為你就是真的很像 他自己那邊有房子一樣 然後你要去... 自己要買東西就要去雜貨店 然後你要去面店 比較負責 而且他那個空間 其實因為蘭嶼常常有颱風 那他這個建築其實 在蘭嶼是稍微有點危險 他在他們的網站自己有說到 而且他有一個很浪漫的名字 就是那個什麼 天空... 天空的眼睛 天空的眼睛 對... 他是從母語直接翻成國語 就是那個... 就是在說星星 就是... 星星就是天空的眼睛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他也滿像 他就像一顆在... 地面上的... 對... 地面上的星星這樣 你剛剛說會有點危險 他自己有... 他有特別聲明是什麼 因為就是颱風來的時候 他... 他幾面都是很大的落地窗 所以就是... 其實沒有那麼耐風 所以他好像在颱風的時候 他就會掛起來 把它圍起來對不對 對... 所以就是特別注意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綠色建築的 那種體驗方式 我覺得還滿特別的 在蘭嶼的特色模式 對 你看我們綠建築也發展到 我們離島在蘭嶼上面 他們也有天空的眼睛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去搜尋一下 是的 是的 好 接下來呢 這個老師也聽到 我們年輕人真的很會 行銷自己的部落對不對 那我們要來一個真正的行銷了 好 把大家彼此交流一下 對 對 如何要讓大家認識你的部落呢 一定要用大聲功說出來 才夠大聲 對 好不好 首先歡迎我們的Changeu 好 來 請出列 謝謝 聽緊張的啊 不會啊 你可以唱一下歌啊 那我就先來唱一首歌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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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啦狗里咖嗡 无地无一咖地不一咖沙巴干 阿吴阿咪 变老四季不有吗 无地把天把地阿南 无来南大边路有吗 谢谢 谢谢 我这一首歌呢 我就把变老四季 整个部落都介绍给大家了 真的吗 真的 我刚唱的这首歌呢 是我们 我不晓得这首歌谁做的 就是这首歌里面呢 有所有北南族部落的名字 对 从南到北 从东边到西边都介绍了 翻译成中文 Google翻译 对 我们从哪一边介绍到哪里呢 是的 从 从我们部落 巴布鲁部落 然后那个 我 南瓜的几个部落 对啊 达地部 资本 然后加萨巴干 建河 然后 日加坡 立佳 然后 布优马 南娃 南娃 还有阿里拜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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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辣斯基 夏檳榔 然后还有 还有 还有 好 还有很多很多 没有啦 就这几个 没有啦 就这几个 没有啦 就这几个这样子 那我其实我 我要跟大家介绍啦 我们的部落就在市中心呢 很方便 有Seven 有麦当劳 有星巴克 什么都有 你想要去小岸车 我们的部落旁边呢 就有那个马亨大道 你直直走呢 就有那个黑森林 可以让你放轻松 你想要有那个部落那个 妈妈妇女的感觉呢 要喝个烧酒机 欢迎到我们部落 就打电话给我 我就请我的那个 我们部落的部女会会长 就是煮烧酒机给你们喝 对 那那个要多少钱呢 就是看你自己啦 然后这样子 我就是 人体形象 就是把布鲁人形立牌的意思 对… 就是看到我就是想说 就是看到宝尚部落 就是非常的热情 可爱 活泼 有没有 又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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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爱 好 放手 一定要配合他们那个 高亢的那个声音 是 跟笑声 就是这么可爱 好 谢谢你 谢谢珍珠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门环 来自放轻松民宿 是不是 等一下 River up River up 是不是 River up 我也是很紧张 来介绍我们部落 请问一下你们部落在哪里 台东 县东 河乡 都兰村 是 在往台东是152K公里处 152K的地方 对 好 我们都兰村 这边有水往上流奇观 可以让你看到台湾 唯一的奇观之一 水往上流 很特别 对 然后来体验我们的风链记 是来体验我们原住民的生活 我们来去做 认识阿美族的文化 更要认识我们阿美族的美食 真的 我们不阿美族的美食 你要阿美族都是靠海 对 我们都是出海 你要吃新鲜的生鱼片 我们又备山 你要吃新鲜的山豬肉 Yay 漂亮 漂亮 像最近很流行自行车旅行 我们那边民宿都很欢迎背包客 他们都对背包客 还有像这些自行车旅行 都服务很周大 像这一系列的旅游 其实我们那边还有那种 打工换民宿 打工换宿 可以打工换宿 打工换宿 那我一定要去打工 对 我一定要打工 我家就是在做原住民美食 风味美食 所以你们也可以打工换美食吗 对啊 OK的 只要你来找我 我也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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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的介绍就这样 到此结束了 好 没想到突然那边 还有打工换民宿 这个就很适合一些预算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朋友们 对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健康 好 健康 要介绍一下南河 好 好 那欢迎各位来到屏东县 来一乡 南河部落 好 这边 南河部落 好 好 就是可以沿着沿山公路 到了很多芒果的地方 然后开始闻到芒果正正的清香 然后族人烘烤芋头干的那个 那个非常 芋头的焦香味 芋头的焦香味 然后还有就是 正正传来那个农存香的小米酒 对 真的是南河部落 那 除了这个吃的部分 还有就是 这个文化的这个部分 就是可以来看看 欣赏一下我们这边的古文物 我们的木雕 我们的雕刻 我们的这个展览 那还有就是部落的祭场 是 然后感受一下 这个部落的身心灵的这个饗宴 还有就是 好厉害 好厉害 还有就是 夏天来了 如果天气热了 是 往南河桥旁边 可以下水 清凉一下 然后呢 假设想要住个三天两夜 对... 找个部落齐老 找个部落猎人 带你回到旧部落 体验石板屋会呼吸的房子 好厉害喔 最好帅喔 各位 部落巡礼啊 太厉害 这个 这个深度够深度 没有 你知道 这个就是呢 相公所训练得很好 对 应该是有补导过 有补导过 对... 非常厉害 很详解 会有画面喔 很不错... 谢谢 去年的那个计划 确定有结案了 真的 有... 今天算和销 好不好 今天有和销到的 真的是很不错的喔 好 接下来 欢迎我们导的朋友 导 这个很特别的 西亚飞动 好 大家好 就是 就是欢迎大家来到狼岛部落 那... 来到狼岛部落 其实很划算啦 因为... 就是你来到一个部落 你就一定要过往全部的部落了嘛 所以等于六个部落 你买... 买一就送五 对啊 那... 我们也没有... 然后我们没有太多的路灯 是... 所以就是... 如果你到蓝宇的话 其实... 哇... 我们刚刚说的体验部分 你可以在晚上... 然后吹着海风 吃着你抓的海鲜 那蓝宇有很多就是在海边的那种小... 然后你都可以在那边享受 那... 再来就是... 文化部分 就是刚刚... 大家也看我讲了嘛 有些东西是非常微观的 假如说你是一个很细心的观察者 那... 很多东西上面都有文化解释 那... 只要你到部落里面 然后... 能跟大家问 相信大家都很乐意帮你解释 那... 那... 再来就是生态观光的部分 就是最近很热门嘛 那... 蓝宇有非常多种特有种 很多动植物在我们那边才看得到 是... 有哪些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珠光皇嗓凤蝶 那个蝴蝶就是... 那叫蝴蝶 蝴蝶 蝴蝶... 它就是只有蓝宇才有的 还有兜兜物嘛 那个蓝宇角销 蓝宇角销 对 猫头鷹 但是都是只有蓝宇才看得到 那... 再刚刚说他们说 比如说博物馆部分 在蓝宇没有博物馆 整个蓝宇倒是一个博物馆 哇 漂亮... 漂亮... 对啊 1比0还蛮好的 1比0 你怎么... 你怎么买鸡 我来觉得好 因为蓝宇不管怎么说 在生态上 比如说它的零像什么的 或者是我们... 我们使用木材的方式 刚刚老师说会走路的树嘛 我们也有拿那个... 也有拿那个来做它嘛 因为蓝宇是平板之后 不是独木之后 那为什么... 它会坐在船里哪里呢 你可以来蓝宇 看一看 对... 潜水有吗 如果... 对 潜水 那些浮潜 那些蓝宇都有 而且蓝宇的就是珊瑚礁 就是还保留得很好 就是要来就赶快来 因为最近那个... 海水温度 对... 神高 有些在... 有些在百花 但是最近... 好像还可以啦 就是我自己下去看 我觉得还可以 对... 再来就是如果你是教会的朋友啊 你很喜欢祷告的话 我们蓝宇有很多祷告山 而且风情都非常好 对啊 对 就是 可以欢迎那个其他的教友 因为我爸也是传道人啦 是... 我们最近也在县堂 对... 所以就是大概可以 关心一下我们那边那样子 你赢了 对 你真的赢了 对 我要亲个人 他同你一票啦 他自己个人 那个打工换宿 我们那边也有啦 就是有些地方有在... 有些地方也有在做 对啊 他们那个地方 真的很适合去推广 这个所谓的打工换宿 对... 因为他们的交通不是很方便 有时候飞机一过去 你要去关岛喔 我...我还听不懂 什么叫关岛 飞机过得去 然后呢天气一不好 就... 飞不回来了 就关在那边 叫关岛 台湾也有关岛 所以说很适合做那种 有计划性的 对 那个常住在那个地方 打工换宿 真的 这个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很棒 很棒 謝謝 小米季以后就是再来就是 生命斗季 就是要希望那年轻人 趕快就是结婚啊 生孩子啊 增加人口 就是生命斗季 生命斗是斗 是豆子的豆 豆子的豆 我想说生小孩 生命斗季 来拍啊 你怎么拍 你不知道要让我看一下 他们是怎么骗我的 小姐... 我们原住民不会骗你的 你不要过来 好... 不要过来 不要... 他是怎么骗我的 都没有骗我的 你今天想想想 奇葷什么东西 都没有过来 很棒 真好太棒了 爱此挑战人生 永远的心 神尺里最危险的里 好 我要放了錢 每週六晚間九點 城市獵人 原是十六頻道 我覺得三連國教它也是一個機會 也是關鍵 但是它畢竟是一個 我們從來沒有碰觸過的 特別是103年 它未來是怎麼樣的變化 變動 我們也不太清楚 那我先來介紹我們主人 一些歷史的活動 一些意義 好 就是我們二月份的時候 會有一個戰祭 我們不同的戰祭 對 馬阿祭 那就是要告訴族人的一些 小社的一些人都回來參與戰祭 然後再來就是八月份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小米祭 小米祭 小米祭是我們周族人過年的意識 周族來過年 大家就是以前初期外面的人都會回來這樣子 對 然後那時候也是很開心這樣 大家一起同樂 小米祭以後就是再來就是生命鬥祭 差不多十一月份 就是要希望年輕人很快 就是結婚啊 生孩子啊 增加人口 就是生命鬥祭 這個很特別 對... 這是我們那個文化的 然後那我再介紹我們自己部落裡面 一些農產品 好 這個最喜歡的 大概這個時候的生產就是筍 筍字 筍字 對 筍就是有貴族 還有那個劍筍 劍筍 好辣的好吃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那個高山 就是比較特有的 山葵 芭蕾 芭蕾對不對 對 非常好 再那個生一片 對 沒錯 聽說日本天皇的那個芭蕾 子民要從阿里山的 對 從我家的 從你家的 可是我已經沒有種了 對啊 原來你是山葵王子啊 沒有 不敢當...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 現在也是高山茶葉 也是很有名的嘛 茶葉的 可是我們是阿里山很有名的 對 沒錯 然後就是我們的咖啡 咖啡 現在部落越來越多人 在種那個咖啡 然後自己行銷這樣子 對啊 這個有空就可以來我們這邊 來吃吃我們的美食啦 然後... 喝喝茶 喝杯咖啡 因為我們步道喔 以前有步道 但是因為颱風的關係 可能都弄壞了 然後可能近幾年也會再修復 那目前還是有幾條可以走的步道 然後有一個連接到達邦 我們對面的社 有一個吊橋 也是非常漂亮的那個 然後我們這邊也有民宿啊 民宿也有招待一些 我們自己的一些風味餐 那個民宿 我一個朋友 他開的叫Daina Daina Daina 歡迎大家 好 我現在就是喔 我來這邊的目的也是要 宣傳這個門 宣傳這個門 這個上面的名字喔 叫做Shushiki Shushiki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鄒主的邀請 邀請 以前就是小社... 小社喔 邀請我們大社回去他們那個... 就是他們部落 然後我們就一起同歡啊 或是... 就是... 就是團聚啦 然後這個... 為什麼這個... 我會帶這個宣傳這個活動 就是說 鄒主曾經有在台南這邊 有侵襲過 那因為... 有鄒主在那邊住過對不對 有... 這個台南是 因為他推... 推館這個活動喔 已經推了九年了 然後他就一直希望把這個... 我們鄒主的... 跟台南的關係 能夠告訴大家喔 不管是告訴我們自己族人 也告訴大家 然後他大概是... 在... 活動是在4月27號 會有一個... 就是相關的表演 都是推管這個鄒主 那如果大家聽了 還是不是很清楚的話 可以上台南市政府的網站來做操 對 因為我們那個... 台南市有一個... 在安平那邊有一個公園 他就命名我們那個... 因為我們鄒主的命名 他叫做扎哈木 扎哈木 扎哈木的意思就是... 做的意思 做 所以說大家有機會的話 我也希望那個... 4月27號 那個我們鄒主的朋友 能夠踴躍參加... 參加這個活動 對 因為那些人真的很辛苦 要推... 宣傳這個活動 是... 而且鄒主帥哥跟美女就是很多 很多喔 大家去那一天之後 可以一次看到很多 通常那一天 也一定會看得到 我跟韓仁仁啦 對... 謝謝 歡迎大家 也歡迎那個鄒主的朋友 好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我這邊再補充一下 他剛剛講那個扎哈木 對 台南 現在的台南 是以前州族的傳統領域 那台南的州族的傳統地名 就叫扎哈木 所以當初台南市政府要成立一個公家的公園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市長就說 那就要用他最早被命名的地名 那翻閱了很多的文獻 就在荷蘭的那個文獻裡面 有台南的那個地名 就叫扎哈木 這樣我們就了解了啦 好 那請倫敦老師來選五位裡面 你覺得哪... 剛介紹的哪一個最想去 最想要去的部落 這個很棒 因為五個人 真的是具備了那種行銷部落的那個功能 那我這邊會有一個小小的建議 就是因為我們部落 不管是民宿也好 或是什麼也好 我們也沒有辦法跟外面的在賣什麼 什麼高級的建築啦 或是說什麼樣最嶄新的裝備 我們都沒有辦法 也不必 我們只能賣弄兩項 拿兩項呢 就是賣故事 再來呢 就是賣風景 那剛剛幾位就很成功的 把這個部落的故事 部落的風景 做了一個行銷 那在做這個部落故事的行銷的時候 最主要的就是你要講得很生動 那生動的條件就是 你要很了解你自己的部落 那在講述的過程當中 你帶有一點色香味要齊全 那要畫面 所以其實大家都講得很好很好 那一定要想 一定要選出一個的話 我會被那個南河的會被說動 對 因為它從一開始的那種酒啦 還有還有最後要到石板屋去睡 他在講一個過程當中 他把風景 人文文文化還有產物 做了一個一系列的故事敘述 人都會喜歡聽故事 真的 聽了之後就會做選擇 那當然那個 西家飛東 他本身一聽到離島 一聽到蘭嶼 那大概就會有五成的那種選擇到那邊去了 漂亮 所以勞倫老師的這一票是投給我們的 駿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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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到底我們的大偉哥呢 其實我覺得我們幹嘛出國啊 我們到部落大概三年都玩不玩了 對 太美麗了 其實剛剛五位年輕人 他們用了不同的行銷的模式 像珍珠呢 他用了一個最棒的就是數位的影音科技 把你的歌曲 把音樂放到網路上 大家都會去找你了 可能以後你們門牌上都有你的肖像 那像門環這邊呢 他就是用一個旅遊體驗行銷的方式 所以大家每個部落用不同的行銷方式 來將部落特色給強調出來 像俊鵬的話 是完全一個身心靈的一個饗宴 到那個地方去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對 那西亞飛東這邊呢 雖然他講得很含蓄 可是更激起了我們想要去的那種感覺 他完全是一個大自然的綠行銷 是 所以很有特色 那巴斯亞這邊呢 就是一個傳統文化行銷 我覺得那個不是一次而已 是每一次你們的祭典 都要去你們的部落 這樣才能夠慢慢了解 所以呢 每個人都用了不同的行銷模式 來介紹部落 非常了不起 那我個人呢 我還想去被關倒一下 體會一下關倒的感覺 謝謝 哇 很厲害 是我們的那個西亞飛東 跟我們的鏡頭 對 其實呢 今天最主要 邀請到那麼多年輕人 來介紹他們的部落 就是說我們要用一點 年輕人的力量嘛 是 因為在介紹的同時 我們勢必也是要有多少的了解 一定要認識自己的部落 我們介紹了 我們了解了之後 才能介紹給別人對不對 沒錯 也希望他們未來呢 都可以成為他們當地部落 最好的導覽員啦 是的 謝謝你們 在我們節目當中 謝謝 也謝謝兩位老師 謝謝 感謝你的收看 不要忘記 下次同一時間 晚上八點 要收看我們的 電視夜節目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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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一無二的 傳統裡面的故事都拿出來用 有一些傳統的故事定不太清楚 它的普騰意象的建構是什麼 好像前人留下來的古密碼 就像名一樣 我們沒有辦法去解釋它到底是什麼 這一個你看起來它很像是流體力學的東西 我這一個就是柔情世俗的意思 這一個有一個勇士頭像 再過來有一個圓窩紋 這個圓窩紋在人類學裡面去研究 麥田圈有很多圓窩紋 那個是無線循環跟無線延伸的意思 就是打壓力學生中 發展的想法 做出了一些重新的一方面 西深隱所担長的一方面 在始終當中的一方面 這是寶寺社會的有效 在天空的一方面 家裡做出來了 以這個作為佩戀的改革 人類的改革 在今天裏面前面的改革 好大的進展 的东西去挖出来 而不是在浅盘上面 就是在这个框架里面 这个很浅的这一个文化 里面去打 请设计师 或者是部落 哪一个部落里面 非常有想法的一种 没有什么